财色明识水 这叫五语 六尘呢 六根接触的对象 眼耳鼻血身意 叫六根 接触的对象呢 是色身相畏触发 一念头 一对发尘 这些东西都要淡薄 越淡薄越好 真正能放下 就超越欲界了 到哪里去了 到色界 各位要晓得 色界有十八层天 它是天人 色界天人 欲并没有断 这个主要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欲呢 他有定功 他在入定的时候 定功能把五语六成 扶住 所以他叫扶断 不是灭断 但是他有色 那再往上去呢 叫五色界天 这个是六道里面最高层次 五色界 连这个肉身都没有了 色是指物质的身体 以及物质 以及物质现象 那么由此可知 在五色界四层天里面 只有精神现象存在 而没有物质 没有物质的肉身 也没有物质的一些建筑 你都看不到了 那我们一般呢 称它做灵界 它的灵存在 这是高级凡夫 是 那 那 是 那